318太阳花学运满周年 公民团体选择重返立法院 表达对政府的诉求 而辖区中正一分局 派出了150位警力到场为安 学院领袖之一陈维婷 他说针对318太阳花学运 他不求谅解 也不后悔 一年前冲进立法院的行动 318学运满周年 数十个公民团体聚集立法院旁 挡起南路进行晚会 表达对政府诉求 会会辅告 会会辅告 而学院领袖陈维婷 晚间也到达现场 带领民众痛批下张会的不满 下张会 下张会 会个屁 会个屁 出席会 会个屁 再来一次还会选择冲进立院吗 会啊 当然就会啊 当时其实 因为其实回头看去年代的时候 其实你不冲进聚集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学运渐满一年 并没有到现场 下去中正一分局 则是派出150名警令为安 318学运周年集会 人民政府和平共处也算 平安落幕 记者综合报道